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四部古装历史证据来袭 央视认证,诚意罗进逢少峰你期待谁 历史证据无疑是古装剧中独特的一类题材 这类题材受众稳定,往往需要考验导演,编剧,制作团队的功底 诸如之前的大秦帝国系列,龙正王朝康熙王朝系列等 这类型的作品往往是凤毛麟角,未播之前就已经备受关注了 而在接下来的2022年,又有四部古装历史证据要播 得到央视的官方认证,诚意罗进逢少峰你期待谁 在央视的电视剧官博中,透露了2022年即将播出的四部历史证据 第一部则是以民族团结为背景的圣唐南兆,讲述以唐朝为背景 在西南地区南兆国的兴衰为主线,彰显自古以来我们维护少数民族团结的态度 从主题海报看出,这部作品是打着证据品质,传奇特色的口号 虽然还未公布演员阵容,但是显然是冲着品质去的 第二部是历史大剧《圆明园》,如剧名,想必这是一部讲述《圆明园百年风雨》的历史大剧 一众人物粉墨登场,生诞净丑皆是戏 这样一部蕴含着中华瑰宝,以及民族抗争史的大剧 相信播出之后必然会掀起收视狂潮 第三则是为观众所熟知的《山河月明》,欢瑞出品的古装大剧 据导演高熙熙此前接受采访已表示,该剧将很快和观众见面 这是一部展现朱棣传奇一生的历史大剧 演员阵容更是集结了冯绍峰、陈宝国、陈毅、何盛明、影儿、王静松、张峰义、王庆祥等一众实力演员助阵 可谓星光熠熠 《山河月明》是冯绍峰记,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售后 又一部古装大剧,在一众演技派演员中脱颖而出 他饰演永乐大帝,男主角朱棣跌宕起伏的一生 无疑是本剧一大看点,期待冯绍峰回归古装 而作为男三号的《陈毅无疑是山河月明》另一大看点 剧中他饰演少年朱棣,对于这位年轻的黄四子 陈毅又将有怎样的展现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由罗晋主演的《历史证据天下长河》也将在2022年和观众见面 该剧演员阵容也是实力超群 有罗晋领衔,还有《银房》、《黄志忠》、《西美娟》、梁冠华等一众演员加盟 为该剧增色不少 《天下长河》讲述年轻的康熙《地步居一格》 任人为闲,重用闲才治理和道的故事 罗晋挑大梁演艺千古一地,相信这一次他的表现定然不会让人失望 就央视电视剧官方透露的消息 四部历史证据都有望2022年和观众见面 看实力派演员同台标系就是过瘾 更有冯绍峰、陈毅、罗晋等热度与口碑齐飞的实力演员坐镇 期待2022年迎来历史证据口碑爆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